逃亡15年的通气犯栽在一顶安全帽 台南有一名骑士安全帽没有扣好 遭到警方拦查 人警意外发现 他是20多年前赫赫有名的房产怪盗 以前在北部涉嫌骗买家付款 随后卷款失联 被判刑了8年 而他逃亡已经有15年了 这回呢因为安全帽没有扣好 意外的栽在警方手上 骑士骑车有戴安全帽 却没把袋子扣上 当然不行 一听到要出示证件 开始和远警攀交情 但这招行不通 尤其比对资料 发现和照片中的人长不一样 追出眼前中年大叔 冒名生活 真实身份是昔日 房产怪盗 民国97年因诈欺罪被判刑 8年6个月 南下逃亡15年 期间从事房仲相关产业 年轻时在北部涉嫌骗买家下定 收嫌后搞失联 也曾幼使卖家交出房屋权账 卷入多起诈欺变通气犯 就躲在台南捡柴当中间人 仲介房屋 大家看他像亲和力大叔表现优良 没想到视同气犯 身份反差让人惊讶 逃亡日子连停红灯都不会月线 不曾吃罚单特别小心 却败在安全帽库环 年过半百入狱 叫红不齐谈的报道